台東一個豬瓦籠背後五千米 有很豐富的火清索 不然三龍跟三龍都比白米更高 還可以造成富三品 外銷香港 現在外銷的三龍 一年總共一百萬 將做另外一種的中米經濟 從切到倒進土人來 看出來不是一般的白米 是黑色的米 跟白米比較起來 它比較細 還比較長 這是台東地上的土地 所種出來的天然五千米 台灣這幾年來 因為假設的改變 米是越穿越穿 台東地上開始背後有色的水中 不然要經濟進展要特別清理過 開出新的新山山 修行後加工 台船竟還是糕工 不過五千米不然米放棧有花清索 甚至千米也比白米多十九倍 劉先生回到地上 已經七年多 由七年到現在已經 將近六公元 五千米 一年的收盛量 差不多是十斤 雖然說人工的身份較高 不過台東的氣候 環境 都很適合種五千米 如果三筒比一般的白米 關百萬一五十 三兩萬米白米 關將近百萬一十五 還可以作成富三品 外銷到香港 雖然說成立人真保守 不過一年外銷的三筒 可以將近一百萬 還叫會打日本市場 市場是產豪米的地區 也是冠軍米的產地 我們用這個冠軍米 再結合冠軍米的產區 結合這個這麼好的一個台灣 農業技術的核心的 加力黑血米的品種 兩個做很好的結合去推廣出去 一條台灣地上 政美的高技術和好方便 路先生利用逐漸的浪漫 政策跟白米不一樣的五千米 不然市場不一樣 推銷到台灣國地甚至全世界 也要讓五千米為中米 選擇所帶來的經濟 結合國家發展